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角色本身的心理复杂度比较高 给力量不要 滚 我感觉我身边这个人特别像一头凶猛的野兽 真的会害怕 一个见其须力 这个演员的力量让你身临其情 但我觉得他心里是 也有一个很温柔一个很仔细 宋诚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破碎 他是一个破碎的人 他的内心是破碎的 他的外表 肢体 形体也是破碎的 因此的话在这个造型方面的话 描绘的有一些疤 然后呢还有他的肢体的残疾 早年他也受过很多的不公正的待遇 于是呢他对于这个不公正社会呢 他是有一个消极的态度 提到那个宋诚的背景的时候呢 我说他是无门才子 因为宋诚他的原型 借用了很多唐伯虎的真实的世界 我们皆是蝼蚁 我们的命运不是操纵在我们的手上 我们只能是过一天算一天 他的生活就是他的审讯室 就像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魔窟一样 他想找到真相 同时他也在扼杀真相 他是有矛盾的 他是要找到一种心灵的慰藉 他在春幸那里呢 他想找到一种作为人来的一丝温暖 但是他又不敢接受这种温暖 他也是保持距离的 就像他跟春幸说过的一句话 永远不要把人当成盘盗 这是他的人生经历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人 他没有看到这种人性 真正让他感到感动的地方 以及他没有看到公正 他寻找的公正 他觉得他是找不到了 直到他看到了这个三更 就让他看到了他当年的他自己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还是有希望的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他在引导三更 同时三更也是从内心 在推动他 再去寻找这个真相 去寻找这个公道 我觉得他跟三更之间的是一种相互的 这种推手的过程 说了这么多 你还跟我装傻 他是像是一个父辈一样 像是一个领导一样 从技术方面 从其他的方面给他一个引导 也是在这个人性方面 道义方面 公正方面 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我师父的公道 你还得了吗 还得了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 一个知己 是一个父子 是一个 他引导我 我去反向地去跟他玩一些把戏 放肆 你居然连我都敢利用 三更的这种质朴 这种捷径嘛 给了他一个内心的这么一个推动力 在这个抽丝剥茧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发现了这个人性的各个方面 把他的这种如死灰般的他自己的人性 又重新点燃 又重新唤醒 他在拼凑 他曾经的自己 那是一个意气风发 对着未来 对着人性 有着美好幻想的这么一个人 我都不想做 对着想要说 我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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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说